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我们再也不用担心 警察会用水泡车 会用吹泪瓦斯 再也不用担心 警察会拿着盾牌警棍 突然冲进来把大家打得手破血流 这就是民主 年轻的手头中暗 这一条路 台湾走得很久 也走得很辛苦 他不是天山掉下来的 他中间经历过无数的抗争 无数人的牺牲 才终于在这里有这样的生活方式 在这个土地上落地生根 现在要轮到各位走这一条路上 全世界 特别是香港的年轻人 都在看你们要怎么走这条路 香港的年轻人 香港的年轻人 用他们的生命跟血泪 为我们吃饭 一国良知不可行 民主自由的架势会克服一切困难的 我们可以听到蔡总统的谈话之中 特别提到了香港人 因为香港在这次这个抗争之下 证实了一国两制是不可行的 所以台湾人要站出来告诉全世界 台湾人不接受一国两制 所以蔡总统他呼吁大家明天一定要回家投票 也引用时代杂志的这个报道 说台湾是民主的最前线 蔡英文守得住 那么其实很特别的是蔡总统后面这些群众呢 是101位手头族 这一次上到了台上 象征跟蔡总统站在一起 也呼吁大家一定都要回家投票 那么以上是凯道最近市场 我把时间镜头交款陪伴